在处荒芜田野里,穿了真正的拍打木板身 没错,只是从棺材里穿出来的 封钉路关的这个女人,下张后却复活了 她穿着鲜红的嫁衣,脸上惨白的神情 这起扑朔迷遗的事件,就发生在这个小村落里 嗨大家好,这也是洛京 今天讲的这个案件,发生在中国河南 2016年7月14日夜里,这天月黑风高,却飘着细雨 在亭野旁的一户农家坐满了人,张灯结彩 但随着时不时的闪电,映照着墙上大大的喜致 增添了一丝诡异的色彩 虽然不仅喜气洋人,但气氛却一片死机 农户里厅堂的中央挂着一个男人的黑白遗像 周遭却用红布条装饰着 没错,他是这场夕宴的新难关 屋内的人各个披着马带着笑 沉默不语 而就在此时,一名中年男子走进来 他是新难关的舅舅 他的口气后说 及时已到安排新郎新娘进洞房 此时十几个人站了起来 舅舅又说疏隆疏忽疏忌的留下 其他人带着产子出发 此时一个中年女子默默颜面通过到食神 她就是新郎的母亲 不够不能耽误的时辰 大伙人只好先行出发 赶着前往小村旁的墓地 后来在舅舅的餐服下 向的母亲缓了一口气 慢慢走向屋外 但谁知道,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大门外串着尖叫声 这时村里的狗都吹起了狗爐 而刚刚前行的一行人 哥哥丢了铲子 逃了回来 嘴里喊着 炸死了 这时舅舅警觉到四五庙 一把招住一名男子 就叫他老王好了 而老王原本是被安排在墓地 看着新娘的棺材 等待及时一到 送亲队伍来打开墓穴 将新郎和新娘合葬 完成洞房 舅舅正怒不已 明明给老王一个大红包 竟然没看好棺材 搞出炸死这样的事情来 一问大伙才知道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老王也不是胆小儿人 但在这个漆黑的墓地 他自己一个人守在棚子里 摊着棺材 此时他突然听见 一阵稀稀缩缩的摩擦声 左看右看 却也没发现了什么虫子 最后却发现 竟然是新娘的棺材里传出来的 好像是指甲在刮木板的声音 紧接着就是 有人在拍打木板的声音 好像里面的人要冲出来一样 老王已经吓了腿软了 竟然是敲了敲棺材 此时立刻安静了 但下一秒的棺材里又传来 一阵哭泣一阵惨笑的声音 并且更急着敲打着棺材办 你觉得是鬼新娘在敲棺材 还是雾闯进里面的野猫呢 但老王这时已经没空想这些了 吓到劈滚尿流 掉头就跑了 结果遇到前来送亲的众人 大伙却不相信老王刚刚的遭遇 他们来到墓地后 用手电筒照相西黑的棺材 棺材反射着淡淡的红光 众人等了一刻 但没有任何异状发生 纷纷觉得是老王听错了 于是开始破土进行开粉仪式 但就在此时 新娘的棺材又缠来指甲刮木板的声音 大家心里一惊 有人说会不会是钉棺材的时候 不小心有野猫跑进去了 大家接着附和 于是准备开板抓出野猫 但就在这个棺材板被打开的瞬间 夜空闪了一下 接着是镜头的门声 棺材里面容惨白的红衣女子 突然冲底头坐了起来 众人吓得接连后退 接着所有人都听到了 红衣女子气意的死后声 一群人连滚带跑了冲回了村里 听完了以上 舅舅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鬼新娘是要从鬼媒婆那里 花十多万买来的 但乍是毕竟谁都会怕 事到如今该怎么处理 想想就让前面犯虫的 疏龙 疏鸡 疏虎的 一起跟着过去看看 异性人于是出发了 二十多岁的男子意外离世了 古有传言 没取期的男子到了夏节 会饱受欺凌 各位连带家族睡了好几代 后来才给自己的外甥找了鬼新娘 而舅舅找了村里一个中年女性牵线 他的哥哥是专门搞冥婚的 经过多方联系 终于透过鬼媒婆找到一个刚刚理事的女子 原以为都妥善安排好了 却是上了这样的扎实的事件 以前到了棺材前 这一幕却让众人下了胆战的心惊 棺材里的鬼新娘 举起双手的乱舞 披散着黑发 惨白的深情 舅舅问了他 你是人还是鬼 但鬼新娘没有任何回应 就不停用手逼着自己的嘴巴 原来他是个哑巴 应该是活人 马上就报了警 将他送了遗 确然还有生命迹象 之后后续的调查 确让舅舅有气的本事 鬼新娘既然复活了 是以花十多万买了一场乌龙吗 舅舅不明所以来到医院 不然怎么问都没有回应 谁知道原来这鬼新娘 不仅仅是个荣亚人士 还有知地障碍 警方来看的事情不单纯 就问清楚了来龙去脉 没想到事件的真相 远比你想象的还要黑暗 原来自己联系到的鬼媒婆 以她为中心 都算抓一些乡村流浪女子来卖 以此赚取大量不益钱财 用这样抓取没有自主能力的女子 来骗取冥婚的费用 不过舅舅弯弯想不到 自己安排的一场农村冥婚 后续居然揪出了这么大观的人社集团 虽然冥婚不成 不过也算是协助警方破大案 还不算是写本无归 以往在电视剧上看到冥婚 都会觉得很恐怖 如今在中国某些地区 也还有这样的习俗 而在台湾也要注意 路上的红包千千万万不要剪 那如果看起来很大包怎么办呢 去找那个欠你很多钱不还的朋友 跟她说这里有好康的吧 那本集落金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留言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影片 ז巴 优优独播剧热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